就在几天之前 俄罗斯勘察家半岛的外海 发生了8.8级的强症 让我们整个太平洋沿海的国家和城市 陷入了一个警备的状态 很快夏威夷就发布了海啸警报 其中我们很熟悉的Norwegian Cruisland 他旗下的Pride of America 上演了一场 撇下游轮乘客逃跑的戏码 在上岸的乘客还没有完全来得及 回到游轮的情况下 游轮公司决定立即开船 造成了数百个乘客 他们被滞留在了夏威夷当地 当天晚上是在当地的避难所 睡在学校体育馆的地板上 很多我的观众得知了这个事件之后 会有很多的问题 到底是留在游轮上的乘客 跟着游轮逃向外海更安全 还是被滞留在夏威夷当地的那些乘客 他们更安全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交给科学家来回答 如果你搭游轮当海啸发生的时候 你在水很深的大海里 那是最安全的 阿拉斯加我们是去看什么 要看哇好壮观 那个冰山天气暖了崩裂 当冰川崩裂的时候 是船长最紧张的时刻 因为他没有地方逃 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 义友想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介绍一下义友的私人游轮旅行顾问的服务 如果对于行程和游轮的选择 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 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 还是一口污水的话 不妨考虑一下 与义友预约一次一对一的咨询时间 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 提供个性化的游轮旅行建议 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 不花冤枉钱 不浪费冤枉时间 义友没有任何的游轮船票销售压力 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 都将心囊相受 写E-mail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 聘请义友成为你的私人游轮旅行顾问 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 有请义友游轮旅行活攻略的特邀嘉宾 Hello Philip 嗨义友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Philip 看过义友的视频的观众 肯定对Philip已经不陌生了 他是一位海洋气象学家 Philip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邮轮公司做得对吗 到底谁更安全呢 是被邮轮带走的那一些乘客 还是被抛在丢弃在岸上的那一些乘客 他们更安全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如果看过义友视频的人 都会知道这家船公司是 义友每次都说最无耻的邮轮公司 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公道话 这一次他们的处置是完全正确 而且是必须的 他们一定要把船离开港口 然后到水深的外海去 才是安全的 就是尤其是当海啸发生的时候 重要的是当海啸发生的时候 看你是在人在什么地方 是在船上还是在岸边 刚好在岸上团旅行观光 根据你人在的位置 然后有不同的处理跟紧急疏散的方法 邮轮公司 他应该是收到了官方的规定 或者是官方的指引 他是迫不得已开船的 还是船上的人很怕死而逃跑的呢 是他被命令的 他没有其他选择 船长跟邮轮公司都没有其他选择 当海底地震发生 海啸警报已经生效的时候 交通运输署或者是海洋警卫队 或者是岸上的紧急灾难处理中心 都会命令所有在港内的船 驶往外海到海水构深的地方 以车安全 而且港口会马上关闭 所有在岸上的人远离海岸 往内陆和高处的地方紧急疏散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 留在邮轮上 邮轮驶向外海 这样其实是最安全的一种做法 是正确而且安全的做法 如果你搭邮轮 当海啸发生的时候 你在大西洋中或太平洋中 水很深的大海里 那是最安全的 因为当海啸的波浪发生 经过船的时候只有10公分 你在船上你完全不知道 这个海啸经过了船 经过你现在在的地方 当他到潜水岸边或者是港边陆地的时候 那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速度变慢 海啸或者是海浪会变得很高 而且会用很快的速度冲向岸边 如果你在深海 在外海 那当然没问题 如果你快靠港了 船长如果他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的话 他一定会马上掉头往外海走 那时候你就听从船长的指示 跟船上工作人员的指示 不要接着下岸 不要上右身艇 你就乖乖的待在邮轮上面 那是最安全的 在这边一定要跟Philip一起来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并不是因为 前两天发生了那一场8.8级的地震 让真的太平洋沿岸的 包括又所住的温哥华在内 紧张了一下之后 才计划录今天的这样的一场对话的 而是在 一个星期前刚刚录完南极的 我可以保证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提说要做海啸的 对 因为Philip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 为什么你的观众没有人紧张海啸呢 他们大家都在紧张晕船 紧张在船上吐 我当时还给了Philip一个答案说 因为大家脑子里想的海啸只要一来 就是一个结果 我再结难逃的一个结果 所以不需要问了 Philip当时就告诉我说 有 我必须要跟你频道的观众 好好的来讲一下海啸 结果当我们刚刚定下来 就发生了这个8.8级的地震 这个算是我们 我可以证明 的确是这个样子 我们上个礼拜就已经讨论要讲了 对 算是我们乌鸦嘴了 两张乌鸦嘴 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 这一次我们人类很幸运 怎么讲 就海啸警报一发生之后 它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 甚至已经往山上跑了 结果发现 诶 最后没事 好 那个注意的警戒就会下来 我跟Philip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今天 还是需要把海啸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跟大家好好来讲一下 这个警戒 这个点 我们不应该放松 绝大部分 90%以上的海啸 都是因为海底的地震 或者是火山的爆发 那有一小部分 是因为山崩 或者是土石流 或者是雪崩 冰崩 另外还有很小很小一部分 是某种特别的气象状况 某一种气压 某一种风速 刚好配合了海洋的深度 而引发的海啸 那种我们叫气象海啸 机会很少 少于10% 所以我们就先不提 当海底地震发生了以后 它会扰动海水 很大的能量 就必须从海水一直传播 一直传播 向四面八方传播 在海上走的时候 速度非常快 跟喷射机 你坐飞机 8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一样 但是它的波高 非常非常的小 可能只有15公分 10公分15公分 连一尺都不到 那你在游轮上 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海啸的波浪 它最危险的时候 是它接近近岸 到了海边 到了港边 到了港口 接近陆地的时候 因为水深变浅了 速度变慢了 海啸的浪就会变高 而且就会一直往内陆走 它即使没有很高 但是它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你跑不过它的 当海啸警报发生的时候 你一定要听从当地的紧急指示 紧急疏散 你要就是往内陆跑 拼命地跑 不要回头看 不要录影 不要照相 你来不及 你跑不过的 或者是往高处爬 如果你行动不便 又跑不动 又没有办法爬到高处 那你就要找最近的 很坚固水泥的大楼 或者是饭店 到四楼以上 或者是屋顶 等到海啸退去 或者等人来救你 这就是海啸的成因 在游轮上 你基本上什么都不用想 没事 但是你在陆地上 你如果刚好在参加观光团 或者是陆上行程 那你就要花点力气 要赶快撤退 往内陆或高处 拼命地跑 因为海水过来的时候 你跑不过它的 灾难片中有非常 当然是电脑做的 那个画面是海啸 把整艘游轮掀翻 消失 让游轮消失在大海中的画面 而这种情况 你觉得有可能发生吗 在大海中间比较不容易 除非只有一种状况 那个也是几率非常小的 就是陨石撞地球 到了大海里 那海啸就会很高了 那比海底地震 或者比火山爆发更严重 因为你不知道陨石的大小 那它从这么高的地方 外星球冲击到地球 到海里 那个的力量跟能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你如果看到前两篇 日本的那个视频 警报发出以后 你会看到 为什么所有的轮船跟渔船 通通都马上跑出港去到外海 那个是他们的命令 必须马上离开海港 到外海 海洋水够深的地方才会安全 因为那个地方海啸波才会小 水越浅 陆地越近 港口 河流 那个都是非常危险的 地形的状况 水深的状况 然后还有港湾的形状 都会引起海啸在那个港里面 不停的震荡 来回的震荡 像你的浴缸一样 水往到一边变得很高 它是不是又会回来 到另外一边 然后一下子又回来 基本上太平洋就是一个大早缸 海啸发生的时候 那个波就传来传去 五个小时以后就到日本 就到俄罗斯 就到太平洋的西海岸 然后十个小时 经过五个小时到夏威夷 五个小时以后 又到美国北美西海岸 到温哥华加州 来回震荡 来回震荡 这就是为什么 当海啸警报解除以后 你还是不要回海滩 或者是港边去 因为可能几小时以后 它那个反射坡 它又回来了 又有第二波海啸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也是非常危险 那还有第二种状况 当然就是 另外又发生地震 又在附近的地方 又发生地震 那是不是又会引起 第二波的失效 所以你看 你看前天那个8.8的地震 在它之后隔天 又连续三个 七点几的地震 而且在它之前的一个礼拜 也是在俄罗斯 有十个超过六点几 七点几的地震 所以并不是只有那个8.8 它的前后 都一直不停的有地震 可能没有像那个 那么大或那么厉害 但是你要非常小心 那像Philip刚刚提到的 那个特别特别特别 小概率的特殊情况 就是陨石撞击海面的 这个情况以外 在我们的历史上 有记载的历史上 因为您是科学家 我觉得可能你会看到一些 history曾经发生过的现象 有没有哪怕你在深海 也受到影响的 因为地震或者是别的 总之不是陨石撞的 而造成的海啸 对于船只在深海有影响的 有过这样的案例吗 那时候的科技 没有那些资料 就是那就要远古 就是到古代还没有记录 就是我们有人类记录以来 因为海啸在海中间 在Philip说的比较深的区域 造成对船只有影响的 是暂时还没有记载 不会是海啸 也许是海风 也许是飓风 也许是船撞了冰山 像铁拿尼号一样 如果是在大洋 不是因为海啸 一定是有很恶劣的 对 飓风或者是台风 或者是转到冰山 船受损了 那才会沉船嘛 所以我想先在这边 来替我的频道 看我频道的观众 先来解除掉 这个对于海啸的恐惧 他们最害怕的就是 当我在邮轮上航行的时候 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 离海岸很远 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这样想 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是的 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是的 好了 有Philip这样的海洋气象科学家 在这边给大家吃上这一颗定心丸 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一个问题 我必须要补充一点 什么地方 这个海啸的几率最大呢 我这样子告诉伊尤 跟所有的听众 海洋大气总署 有总共三个海啸的警报系统的单位 一个是在阿拉斯加 一个是在夏威夷 一个是在美国西雅图 你告诉我 全美国或者是全太平洋 哪三个地方最危险 因为除了海底地震 而引发的海啸 不要忘记 我刚刚还讲过两个火山爆发 夏威夷是不是火山岛 它有没有可能火山爆发 会 它火山爆发是不是会引发海啸 有可能 对 好 阿拉斯加我们是去看什么 冰川 冰川冰山跟冰原 是 大家都要看 哇 好壮观 那个冰山 天气暖了崩裂 当冰川崩裂的时候 是船长最紧张的时刻 因为他没有地方逃 你 船是不是可以往大海逃 往水深的地方 你在阿拉斯加的峡湾里面 大冰川崩裂了 掉到水里面 河川这么窄 这么浅 我问你 船长要逃到哪里去 他要把船开到哪里去 当那个发生的时候 你的船 或者那条游轮 就会像在枣缸里面一样 一边高 一边低 一边高 一边低 对 而且 他如果 运气不好的话 发生共振 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窑 那你保证会晕船 是啊 我们去过阿拉斯加 看过那个冰川群的人都知道 当一条游轮在冰川带 他要掉头都要掉很长很长的时间 更不用说要去躲海啸 虽然景色很壮观 但是事实上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我现在在我的频道中 我必须给阿拉斯加游轮冰川 看冰川的航线 加上一个新的代号 它也是一场探险之旅 我这个一点都不过分了 我觉得现在 我们上一次说的南极是探险 你要有一点冒险精神才可以 对 那现在 因为大家都在期望能够看到冰川掉下来的那一个瞬间 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来了 南极也一样 南极的冰块是不是也会掉 是啊 而且掉都是掉很大一块 那你想想看那块东西掉下去 要把所有的海水都移除掉 然后会产生很大的波浪 那些波浪要走到哪里去 如果你是在大海 没有阻挡 那没问题 它就往外散去或者是到对面去了 如果是在很窄很窄的航道里面 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谢谢Philip 那我想让Philip在这边 再跟我们频道的观众做一些小小的提醒吧 就是我们需要做好 事先做好哪一些的准备 第一个就是不要紧张 第二个就是把所有的电视收音机 然后通通通通通通打开 看目前的景最新状况 到底是不是要强制撤离 如果要强制撤离 把东西准备好 背包收一收 该用的紧急物资准备好 往内路 往高的地方 到山上去 远离海边 不要回海边 除非警报解除 不要随便回海边 尤其是最危险的时候 当你到海边 看到退潮的时候 好像退潮 所有的鱼都跳出来了 所有的虾都跳出来了 你说 退潮了 我要去捡贝壳 或者是抓鱼虾 那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水退过去像退潮 几个小时以后 它到了另外一边 它又回来了 所以那又会有第二波的海啸 所以如果碰到像退潮那个样子 那是最危险的时候 不要看 也不要录影 也不要照相 赶快拼命的往内陆跑 对 往高处跑 那还有 我有传给你几张图片 你如果去加勒比海旅行 或夏威夷 或者是任何 有可能发生海啸的地方 是一个蓝牌子 或一个黄牌子 然后你有时候会在电线杆 还看到 这个是逃离路线 所以当海啸发生的时候 如果你很不幸 刚好在岸上 对 参加旅行团 对 而且人生地不熟 而且人生地不熟 你就要跟着 那个蓝牌子 一直 因为那条就是逃生路线 紧急撤离逃生路线 你就要跟着那个蓝牌子 往内陆走 往高的地方走 看下位移发生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 想要开车逃出去 但是他们没有地方可以逃 因为所有的车子都塞住了 步行还是最安全的 用脚走 谢谢Philip 不客气 快快乐乐地出门 平平安安地回家 然后跟对的人 在对的时间 到对的地方 然后玩得很尽兴 非常非常感谢Philip 坐邮轮乘客 最最最最最害怕 害怕到不敢提及的 这一件事情就是海啸 我们的科学家为大家 做了精彩的分析和提醒 然后再次代表 有的频道 所有的观众来 谢谢Philip 给我们的分享 好 不客气 可能你人生中 未必有一次机会 遇到海啸 但是我们整天 都会遇到台风和飓风 特别是我们 搭游轮的乘客 下一个话题 就是聊一聊 台风 飓风 今时今日 现在的美国的东海岸 已经在面临的 飓风即将来临 和已经隐隐约约来临的前兆 和有些人已经感受到了 而在我们亚洲 现在很多的城市 正在经历台风 那搭邮轮安全吗 我们如何来分辨它们 它们是不是有规律呢 好 我们下一期 来跟大家揭晓 谢谢我们的科学家 Philip OK 拜拜 谢谢大家